新消息还要带你来关心的发生在台北西门町 昨天晚上传出枪响 一名涉嫌窃盗的45岁男子 他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开车逃逸 被远警开枪射中腹部送医不治 家属现在质疑警方执法过大 就在人来人往的西门町6号出口旁 拉上了封锁线 晚上10点多枪击案就在这里发生 一名45岁男子为了躲避警方追捕开车逃窜 撞断水泥骑马 不慎冲进一旁商家骑楼 远警先朝轮胎射击枪 再射挡风剥离 子弹击中了离姓男子瀑布送医不治 而家属提出质疑 车子已经是禁止的状况 为什么还要开枪打人 我哥哥既没有前科也没有武器 弟弟为哥哥喊冤 不过中和区新南路同一晚上发生了棄案 监视器显示31岁的离姓男子涉嫌 离姓男子拒绝警方拦检随后逃逸 而导致了这场追逐枪击案 警方已经封锁现场搜证 厘清枪击原因 和离姓男子涉案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